各位好朋友 欢迎来到洛芬美的历史课 我今天这个单元是分享 你知道台北城内的第一阶吗 第二个部分 就是讨论本丁跟表丁时期 本丁就是重庆南路 表丁就是管前路 我们在第一个单元 我有讨论说 那个时候的重庆南路是府前街 管前路是府后街 因为他们都住在台北浮属的前后 到了日本时期 重庆南路变成本丁 可是管前路变成表丁 谁比较大呢 本丁比较大 表丁比较大吗 就是说对日本人来讲 这两条街分别的意义是什么 那哪一条街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 在台北市的这个城内 更具有第一阶之支呢 那所以这一个单元呢 我就跟大家来做这个探讨 那这个内容是因为 我在上礼拜 在7月10号带我的一批准新鲜人班 去校外教学 那Vina 我的好朋友Vina 协助我一起去做 那所以呢 因为我这个基本上就是 把我们那天的导览 然后再补充一些资料 所以呢 就说这个单元里面 就是有很多是图片 然后我有加一些文字的叙述 不过很抱歉就是 我并没有用现实 就是没有露脸出来 跟大家做讲解 我是用声音 因为这个暑假实在有点太累了 所以我想用声音来录 就比较没有那么麻烦 那最主要是 我是想要呈现 这个就是我资料里面的部分 那提供给我的学生 还有对这个台北文史 有兴趣的朋友 其实你发现 光一条街的故事 就好多 所以我们这几个 这个单元是 就在讲两条街 重庆南路跟管前路 资料就这么丰富 所以 不过现在因为夏天很热 可能大家都不想出门 等你 你就在家 用电脑或者用手机 就跟着我们一起 走走台北城吧 那如果您看了喜欢 这个台北城 你也可以利用比较凉的时候 去逛逛 那我想这也是不错 那好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欢迎大家来观看这一个 你知道台北城城内的第一阶是谁吗 是本丁还是表丁 欢迎大家继续看下去 到了日本统治时期 就是1895到1945 你看台北的街景 就开始有了改变 从本来是长这样的街景 然后就变成这样的街景 那这样的改变呢 当然随着这个统治者不同 那街面就改变 那更重要的是 他的名字就改变 那我们这里 这个是台北服属 在重庆南路 本来重庆南路在清朝统治的时候 尤其是重庆南路 因为当年它叫做府前街 本来是很重要的一条街 那到日本的时代 它有没有很重要呢 为什么变成这样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前面一直说府前街 我喜欢它叫府前街 我不喜欢它叫重庆南路 那其实在日本统治时期呢 它也不叫府前街 不叫重庆南路 它叫做本丁 那另外有一条路就是叫做淮林街 就是在重庆南路后面有一条街 叫淮林街 那它应该叫府中街 那它也是属于本丁 那府后街呢 就是管前路呢 它属于它叫做表丁 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改变 还有这个整个台北的街头 就是怎么被改变的呢 那我继续带大家看看 我们先来聊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道路的取名字 还有更名的问题 我采用了这个学者邱炳禹 他就提到 他说在台北城内呢 因为就是政治性的世界 那清朝的时候 它的路名的由来 跟蒙甲跟大道城的路名 不太一样 那几乎都是机关建物 比如说在扶属的前面就叫府前 在扶属的后面就叫府后 在那个巡府的衙门的那一条就叫府台 在西门的旁边就叫西门等等 他认为这个呈现了非常明显的政治性格 就是你听看到那个路名 你就会想到那个地方所代表的意义 那当然我们现在也很容易从一些路名 或者从一些捷运名 捷运站的名字 我们大概也知道说 这里大概主要的地标是什么 那台北市使用这种 我们后来知道的那个什么本丁啊表丁 大家都比较认识的像西门丁 那这个是在1920年的行政区画 所划分出来的那个改革 那本来日本人当时 因为日本人来统治嘛 他就想要把这个路名改了 那他原来是街 那街他用的还是当年清朝用的名字 那后来改成庄 后来改成大字或者字 那到1922年 这个丁明的改正 又把台北市大部分部分的这个大字 就重划叫丁 那就是我们后来知道什么西门丁 就是这个时候所确立出来的 学者邱秉渝就指出说 台北原来是那种线条思维的中国式揭迷系统 后来到日本的时候就被转化变成区块的思维 也就是说清朝的时候 在按照中国的曲名就是一条街一条街一条街 用那条路作为一个单位嘛 我们现在也是嘛 可是日本人是用一块一块 所以我们很难说现在的路 可能日本时候的哪一个厅 其实很难 因为它是一个区 所以等一下我会就再一块一块的 我们再来聊 那不过它在变成我们所谓的厅之前呢 它是先用前面就是用 沿用这个清代的名字 比如说这个福前阶 福后阶 可是它后面就开始分钉木 就几钉木啊什么 几钉木就是也是就是一块一块 就先用小块 后来等到那个台湾总督府的这个统治 他们本来都是军人嘛 后来变成文人 第一位文人的这个总督叫做田建智郎 他当时就以文人的思维开始来统治台湾 而且加上那时候又开始做内地延长主义 就是把从日本的习惯 日本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他们用什么样的名字 用什么样的街名的方式 也把它沿用到台湾来 所以台湾这边开始呢 也就用听开始作为它的基本单位 那至于我们这里面所讲到的福前阶 后来的重庆南路 当时就叫本丁 那府中阶淮林阶 府中阶就是现在的淮林阶 它也是属于本丁 那至于府后阶 就是所谓的管前路呢 它就属于表丁 那至于这个表丁本丁还有荣丁 这个荣丁就是衡阳路 不过我们这一个单元呢 还不会谈到荣丁 我们这个单元是先讲本丁跟表丁 那日治时日本开始统治台湾初期 其实台北城内就有很多根本就是 就是这些清朝时期建立的很多的借屋房舍 在日本人的眼中 他认为是不符合所谓近代生活的卫生 还有坚固的条件 所以他曾经用这个开拓街道的名义 就陆陆续续就拆除掉不少 不过呢 你要全面性的街区改建的话 那当然限于土地的征收 还有财力的因素 就没有办法一开始就达成 那到了1911年的8月底呢 就台湾就经历了一次的很大的台风 让全台湾都笼罩在这个强烈的风灾底下 那台北市呢就发生了60年来未见的大水灾 那当然台北城内的 还有包括蒙甲跟大道城 到处都是淹水 还有墙上的建造的街屋 因为不耐水淹 然后毁损的更是严重 据说当时有3000多间的这个街屋就倒塌 这里给大家看两张照片 这个就是当年台北淹打水的状态 左边这一张是我在邱惠文库的脸书上面找到 它就是写1911年台北 因为台风造成的淹水 那你看这是台北浮书 这个水都淹起来了 大家都已经集息了 所以大家都在水中走路 那右边这一张呢 这是我在我的一堆电脑的存档里面找到 我也忘记它是在哪抓到的 就是写1912年8月29号台北大淹水 所以即使这一年 所以表示那一段时期台北常常淹水 其实台北淹水在我 我来台北之后 我也经历过三次的大淹水 所以台北其实还算会淹水 那这几年当然整治的好一点 所以台北的房屋结构就变成很重要 所以总督府就趁这个集会就开始进行了台北城内的市区改建 在1912年就开始整建成为红砖巴洛克的联动风格 那本厅通道就那个路宽就为9.3公尺 而且设计这个3.3公尺的7楼 因为台湾基本上比较会下雨 那日本人发现这个7楼的设计还不错 那再来就是可以让人走7楼嘛 那车子走路上 不过我们后来发现 7楼都被变成了那个 就变成那个店铺的延伸 所以7楼能不能好好还给行人走路 像现在很多骑脚踏车 也会在7楼上跟你抢路 那总之就是在那个时候呢 就设计了这个7楼 那从1911年到1914年 就完成了表丁、本丁跟荣丁等等 这些现代化的商业区 那这个规模宏大的造街工程呢 是由当时台湾土地建物诸事会社的 他们来负责规划 那总督府土木居的野村一郎 这个人的年代是1868到1942 他很重要负责台湾很多的重要的工程 那他就指挥他局内的这个祭司来设计 然后在拓宽街道的同时 他们也把那个整个理念都给他画出来 那就建设出西洋风格的街道建筑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一个城市要更新 他其实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台风或者没有这些水灾 那尤其是可能当年刘明川他们在的时候 他们所建的那个街屋可能没有那么坚固吧 所以就倒塌了 那尤其是刘明川所建的这个街道呢 虽然也算特别是他在西门、西门、北门 也算整齐啦 不过早期下那个台北复苏 重庆南路这边就不太整齐了 所以整体而言当时是比较朴素啦 虽然尤其是刘明川说也有见过洋人 可是大体来讲比较朴素 那等到日本人来建起来 那就会非常的豪华夸张 那当然这个跟日本当时想要展现 那个同志者的威严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1910年代 就是从1911年开始到1914年 这个在管前路所在的表町 还有这个重庆南路所在的本町 还有横阳路所在的容町 这一带就大概就完成了他的这个街道 那我旁边这边附的 这两个都是那个管前路 这两个都是管前路所在的这个位置 我旁边这边附个图 这个这是管前路 这是从火车站往里面看 然后这是从博物馆 往火车站方向看 这就是管前路 那你看一下 那个管前路叫做表丁 表丁就是表面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因为当时管前路是火车站一下来 就是管前路 那他前面是火车站 后面是火物馆 所以他基本上就变成日本统治台湾的一个 很重要的那个面子 所以他叫表丁 那本丁呢 他就是重庆南路这一区 他就是一个比较是本来的 本来在之前的第一阶 我现在感觉上好像他不是面子 他表示他是本体的 但是也是属于繁荣的地方 那荣丁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是经济 经济区 那展现了 就表丁、本丁、荣丁这三个区 就呈现了一个 非常的一个华丽 就是在火车站下来 因为当时最主要就是火车 尤其在日本把这个纵观铁路弄好之后 那所有来来去全都是从火车站 从火车开始 那就在1910年代就完成了这个 这个就是1911到1914 那高度大概是两层到三层 那外观呢 他不是单一单调的 不是整齐单调的 他是有不同造型 那风格有西洋、古典 也有日本式 不过因为当时这个 西洋风格的 是文明开化的象征 那也是要展现日本国民 让他们来 就是他们把建筑物谋得漂亮 他们觉得这是收服台湾人心的一种手段 因此呢 在广大的这个台北城内 他的建设大概都以西洋风格为主 所以这就是 他们经过这个改造之后 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台北城的样貌 那所以从这时候开始 台北城就已经从 汉人的城市的这种传统都市 就变成一个欧风的都市 那当然对于统治者 台北是他的 等于是台湾的一个首都嘛 那这种风貌的改进呢 的这个改造 有很大的宣誓作用 所以对于台湾其他都市的 街道风貌 有更深远的影响 所以既然如果他这边好 别的城市就可以复制 复制这样的一种方式 所以这就是一个值得观察 在这段时间 他对台北城的一个改造 好那我接下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 他的日本人到底当时怎么把那个台北的那个街民 然后把它改成一个叫做听 我们说西门丁啊什么丁啊这样 那他那个叫丁民改正的这个政策 他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推行的那个力道太强 所以包括台南啊台中很多城市的那个清代街民 几乎都消失不见 所以当时的这个文官政府 文官总督叫田建志 他就反省之后 他就跟要求说 那台北的听民 就叫尊重律师 所以在1922年 台北的听民改正完成的时候 那台北市区的64个听民里面 大概还有三分之一 完全或者部分还是源自于 传统的地民或者路民 比如说像西门丁啦 太平丁啦 建成丁啦 龙山寺丁啦 大龙洞丁等等 那其余的虽然都是日本式的这个丁民 但是有一些考量 就是当地的地景 比如说在港边的就叫港丁啦 这个也是兵临什么什么就叫兵丁啦 传进来的地方叫路传丁啦 什么河河丁啊 川端丁啊等等 就是说他的丁民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些 跟当地有特色的那样的一个特质 就是所谓的丁民改正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 重庆南路啦 管前路这些地方 他们到底被画在哪里 我们来把它弄清楚 因为他是一块一块 他不是一条路一条路 所以有时候路的这一边是这个丁那一边 就像我们现在有点像我们现在分里一样 譬如说我在路的这一边我是这个里 那你在路的那一边就是那个里 所以这个丁的概念 其实比较像你的概念 比较不像那个 就是我们用路去理解 所以我说 譬如说我用重庆南路去等于什么 其实这样的分法是 比较解释上比较有点 就认定上会比较有困难 不过我还是试试看 因为我们之前 在清朝的时候 我用路名嘛 用路名 那所以我现在把它对应过去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叫本丁的地方 那这是一张这个图 那上面有本丁 那这本丁的位置呢 就是台北府城里面的府中阶 府中阶 应该是在这一条 就是府中阶的西边 其实府中阶就是怀陵阶 它应该就是本丁跟表丁的分界 也就是说怀陵阶 今天的怀陵阶是 就重庆南路这一边的本丁 跟管前路这边表丁 它是分界 所以我这边就说 还有府中阶的西边 是属于这个本丁 然后府前阶整条四 还有府直阶就是台风阶 还有西门阶的北部 西门阶就是恒阳路的北边 还有石坊阶 石坊阶就是就是现在那个恒阳路的另外一段 叫石坊阶的北边 那另外就是北门阶的东边 北门阶就是现在的惑阳路 所以大概我看起来应该是 这一个区 这一个区应该就是本丁的位置 这一个区应该就是本丁的位置 这里有写本丁 然后它就一丁末 什么三丁末 四丁末 还有这样的区分 然后这个是旧的 我之前画的这个图 那上面当然不全部都在它的范围 大概就是中间的部分 应该就是在本丁的范围 本丁的范围 好 那所以我这边有画一个图 我试着把它画起来 画这个很红的这一个部分 应该就是本丁的范围 用今天的来看 大概就是中间就是重庆南路 然后这边就淮林街 那这边就是那个博爱路 那这边就横阳路 大概就是到这一个框框 大约就是它的本丁的所在地 那它总共分为四个顶目 那在台北城内 也就是在表丁的西部 那后来就现在是城中区了 其实是属于台北市中正区 所以各位如果按照这个里去看 大概就可以知道 那位置上面呢 大概就是在今天中正区的西北角 就中跳西的一段往西 到台北游局的东侧 那在向南到开封界一段 那沿直直条线呢 往向西的开封界一段 60号 顺着60号到汉口界一段 向东到远华 南阳总航附近 画一条直线到很南路 哇天啊 好复杂 好啦 各位如果有兴趣 可以把我这个资料 带着去那边走一圈看看 或者就去问黎明里的黎章好了 他可能可以讲一段故事给你听 好 有机会我也来想看看 能不能问到黎明里的黎章 看看这个日治时期的这个地名 对他们还有没有影响 好 那重庆南路所在的这个位置 他就是属于本厅通 当时叫做本厅通 那就是位在这个 所谓的本厅 本厅的三丁木 他有一个新开发的商圈 也就是今天重庆南路开封街 淮宁街还有汉口街的区域 叫做乐天地 所以这个地方就日治时期 就开始就是一个很繁华的商业地区 好 那 所以这就是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就是我们在开始的之前提到就是 这是清朝时候的从这个重庆南路的地标 就是这个台北附属 然后呢 到日本人 这个街道改正之后 就建了本厅之后 哇 他就长成这个样子 那当然就是中华民国美学的今天这个样子 那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美 我每次看那种如果超级汉民 就觉得好丑 越盖越丑 美学真的是有问题 OK好 那我们继续聊一下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看这个就是这一个本厅 他就是就是叫做台北最繁荣的街道 就是今天的衡阳路跟重庆南路 其实衡阳路那边他就变成熔丁了 那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在重庆南路一段 其实我们所谓的府前街指的是重庆南路一段 因为现在重庆南路好长 所以我们不能说重庆南路都是 我们只能说重庆南路一段 那在清朝的时候这样称叫府前街 那日治时代呢 这个这个地方就是称为这个本厅通 所以银行那书店那文房四宝那茶桩 一派优雅文气 那不过各位可能有个好奇就是 那重庆南路到底是怎么变成书街 在我比较年轻的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重庆南路是一个非洲不可的地方 因为那里就是充满很多的 就是你要买书就是要去那里 那我在这个黄开礼先生所写的 因为那时候很被大家饿完就是 金石堂成功店要结业 那很多人就跑去回顾啊 所以相关的文章也很多 那这个黄开礼先生 他基本上就是在重庆南路的这个书街 工作很长段时间 所以他也写了一些文章跟书 来记录他当时的一些经验 然后他就他在文章里面他就说 日本人在 因为日本人是在1914年开始把整个墙拆掉 所以重庆就规划道路 那重庆南路变成书界 不是到后来 其实当时在1915年 那总督府就为了出版当时的中小学教科书 就成立了台湾书籍诸诗会社 那也就是在这个重庆南路上的门市大楼就开张 那成为当时市区改正的一个指标案之一 那同一年就是那个最大的书店 叫新高堂就落成 那这一栋就是兼具 他在重庆南路跟衡阳路口的一个三层楼高的 绑巴洛克市红砖建筑 所以他从一家尖卖文具店的小书店 就摇升变成了明信片商的台北地标 那其实就是后来的金石堂 那这个就是当年的新高堂的书店 哇连个书店都搞得这么漂亮 那后来呢就被改改改就变成了 这一个很有名的金石堂成功店 那因为这一个店很 他常常会办很多的这个讲座 那我在那边演讲过几次 那我也在那边开过新书发表会 然后也办过演讲 所以他这边有一个 他原来这就是他的内貌 这个建筑物的内貌 那因为我有去参与过 所以我就觉得这栋房子有一些感情 那这边一个作家签名墙 那我那时候就在我第二本书 被混淆到台湾史 我第一次在那边就是演讲 新书发表 所以我就签了一个大大的字 那后来每一次再去听演讲 或者再去演讲的时候 我就看着我写的字 然后后来旁边就开始 一密麻麻的很多名字就被填上去 所以这就是我跟这个房子的关系 也就是跟重庆南路的更深刻的情感 那当然其实这时期的书店 最早是在新启丁 就是今天的汉中街、长沙街一带 那在长沙街一段附近 那时候新启丁就有九家书店 那像东阳堂、鹿子堂、鹿子堂、 岐阜屋、日台堂等等 那后来就是那个衡阳路那边 叫荣丁、银座那边 就有文明堂、三田书店等等 那后来很多大型的书店 就在这个本厅通就兴起 所以等于就是在总督府的周边 他就缔造了很浓厚的一个书香的气息 那我们叫日本人相对我们 他们是比较爱书的 所以渐渐让民众养成那个阅读习惯之后 那就创造了整个书街的人民 那后来日本投降了 那国民政府来 接收台湾之后 后来重庆南路的书店 就开始就是从政府到上海人手上 然后从卖日文书改到卖中文书 那在1950年代 在1980年代 他是最前生的时期 那当然这就是 就说重庆南路变成书街 不是现在才开始 那其实是日本人 创造出来的一种状态 那另外这个照片就是 府中街的淮林街 他就是等于就是 他两边的一个区隔 所以这个张照片让大家看一下 他的样貌 那另外就是这个表钉 表钉就是这个管前路 那管前路其实很短 各位有没有发现 管前路其实很短 即使到今天都还是很短 这条路就是管前路 就是以前的府后街 那就是管前路 因为他后面这边面对的就是 所以它是一个很短的街 现在重庆南 像台北现在重庆南路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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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管前路就只有那一段 那他只有两个丁 所以我这边有画了一个框框 他大概从淮林街 然后到跨过这个管前路 然后再过了 那大概就是他的位置 那这个是这个余夫先生 他说他就把很多 他说日志时期很多的这个建筑很漂亮 他就要把它一个一个画回来 他说即使都不能盖回来 他也要把它画回来 那所以他就说 包括管前路 淮林街的东边 许昌街 信阳街 汉口街一段 还有襄阳路都在表面里面 那这就是他们当时的这个建筑物 那会画画真好 他们至少可以在画里面 把这个世界重建 重建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就是这个很有趣 所以我们一直讲说到底谁是第一阶 那你觉得在日本人同志的时候 到底谁是第一阶 因为原来的重庆南路叫福前阶 那这个管前路叫福后 可是到了日志时期 那个重庆南路叫本丁 可是管前路叫表丁 表他从后 他从后到表 就表示说他本来是后面 到前面了 所以这个林小生先生 在他的一个部落客里面 他的叫林小生之米克斯平台 他就指出他说表是指外在的一面 那表丁就代表是台北市的门面 所以当你走出火车站 日本叫台北裔 火车站就是表丁 所以外地人一到台北 第一眼看到地方就是管前路 那他在清朝时期的这个台北府衙的后面 所以叫福后街 那台北市实行丁令改进的时候 他就变表丁 那表丁他的前后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他的前面 他的前面就是这一个 因为日本人在1901年 就已经把这一个台北的火车站 因为我们知道台北火车站最早是 最早是流民船盖的 可是不在这个位置 后来日本人来之后把它改到这个位置 因为当时流民船是在1891年 就盖了一个在大高层 那1901年日本就把它迁到现在这个 就是目前 不过我们现在的火车站又更 又偏东 那所以现在不在管前街的前面 那之前就是 所以这是他的样子 是1901年 这是前面 路前面 那路后面就是这一个台湾博物馆 那台湾博物馆 这个详细的部分 我之后再来聊 我现在只是说 因为他刚好前后 所以我就稍微的讲一下 就是 这个是1913年 台湾民政长官驻臣寺 为了纪念第四任台湾总督 尔玉元泰郎 跟民政长官后庭辛平 为了纪念他们在台湾的这个成绩 所以他们就跟民间募款 建立了一个 以他们两个为主的一个纪念馆 那原来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天后宫 那这是有日籍的建筑师叫野村一郎 跟荒木荣义所设计 那风格就是文艺复兴日时期后期的 古希腊多利克住室 那外观上大概是综合了 巴洛克时期的建筑风格 那在1915年完工并迁入新址 那当然你就可以发现就是说 官前路其实这个表钉 它是慢慢形成的 是先有火车站先建立好 所以火车站的对面 它就变成一个非常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火车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 所有来台湾的所有的人员 官员 他们都是在这边 所以火车站这边基本上就是 就是官员 最高等级官员 甚至黄世哉 他们也都在这边会办很多的 迎接的仪式 所以真的 他眼前看过去的那个 官前路 真的就是他的一个地标 所以这个林巧生就是说 你看 表钉的连接这两个重要的点 所以变成台北都市计划的重要轴线 他认为这就是一个轴线反转 就是从那一条街移到这一条街 所以你说日本时代的台北成的第一街 该是谁呢 应该是官前路 那这个就是 我那天带学生出去 所拍到的那个 博物馆 那天天空好蓝 所以拍起来好漂亮 我一直跟学生说 请他们带着手机 赶快多拍多拍 他们好像 因为他们不知道拍照这件事情 其实要天时地利人和 有时候你去他在改装包起来 有时候天气阴阴暗暗的 有时候没有天空 有时候天太蓝没有白云 哇你看 这个蓝天白云 拍起来多好看 所以我就多放一张给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觉得还蛮开心的 就拍到这么漂亮的 这个景致 这个景致 那这个就是 那个当时的照片 日志时期 那这张照片 这张图片不需要很清楚 不过你就可以看到 整个规格 就是 就是这个 左边最左侧这里 就是铁道饭店 这是我们以后介绍 然后现在就是 那个星光三月 那路底 路底就是那个 台湾博物馆 这张应该是划出来的 不然 不知道 就是当时的样貌 好 那这张也是 这张也是 你可以看到旁边的 这个房子盖比较多了 那就慢慢的就出来 那 这边还有一个山景产业 等一下我们也会介绍 那这就是博物馆 所以你看啊 我这边就故意让你对照一下 这是现在的管前路 这也是看过去的博物馆 这也是看过去的博物馆 所以到底谁比较美 我们的美学教育 我们的美学真的 真的真的 真的要再加强 那另外这一个建筑物呢是 日本本来是日本圈业银行 台北支店 在台北市中正区襄阳路 他的旧址是台北市表定二丁目 十一三地 他是在1933年的商业建筑 那现在以圈业银行旧下之名称 列入直辖士兵古迹 其实他就变成台湾博物馆的 土音展示馆 那现在这个已经变成博物馆 那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大楼全部都是RC造造的 所以呢 你到台南 他也有一个分管 他以前是叫做圈业银行 那所谓的圈业银行呢 就是 我们的台湾银行 就是我们的台湾银行 你要抵押东西是不是有那个 金库啊什么 里面都有 目前都开放商业 那你要买票 呃 台博物馆跟这个土地银行 可以同一张票 那我们知道 可能那个现在警告不知 也是同张票 张票可以看到 那再来我们一看到 他的玻璃是强化玻璃 就是 你看到这个玻璃上面 那边呢 如果有那个金序 金序 金序 你现在在这边看不到 没有 我还在这边 在玻璃的中间 你可以看到 有金序 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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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个零食的草 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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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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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高一樣把它組合起來 在裡面相後的單價 那像我們台北賓館 就像這樣子的情形 裡面都沒有吃 裡面是RC購招商 裡面就是用那個土板 就是這樣塊塊相比 所以後來台北賓館就發生這樣的情形 就是後來他們為了要 還不是補機的時候 他們為了要修復農業 他就把他上面的漆漆監控器 可是後來他被裂紋補機的時候 要把這整個漆洗掉 就用化學營料去洗它 洗掉的時候就滲透進去 就那個裡面不是鋼架 那個鐵鏽就滲透出來了 那如果你到那邊去看 你可以看到那個鐵鏽滲透出來了 當時他們的工法都是這樣子 而且這個土地銀行 它是要蓋這個土地銀行的時候 是好像花不到裡面 因為它都會被裂紙熱道這樣做的一起 所以它建造的時間很短 這樣子 那我覺得台北市現在把一些這種 舊的就是早期日本人留下來的建築物 能復原的復原 然後能修復的修復 然後能夠變成博物館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因為當年日本人的這個建築物 我們雖然覺得它是很浮誇 甚至為了是要展現它的這個 統治的威嚴所蓋的 但是我覺得對台灣這個地方 未常不是一種收穫 因為這些建築物就留在台灣的 空間裡面 那也變成我們跟我們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也算是應貨得福啦 台灣 來這邊有兩個人 還有看到旁邊這一棟 這一棟房子 來看一下駱老師這一棟 等一下我來拍照 這一棟房子呢 我們一樓會去山景廠 然後這一棟就是山景的那個 它的總房就在這裡 它以前很漂亮 現在它買的 現在它買的壞掉的差不掉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間 這一間就是我們到那個 如果我們到鐵道路附近 北輪附近 我們會看到山井倉庫 山井這個公司他們在日本是百年老店 那這個是他的總部 他以前 你們去Google他的老照片 他的老建築比現在要漂亮多了 因為他有很多的塔樓什麼都被省略掉 我們現在看到是這樣的一個 這就是山井是山井庫家的 那我們現在我們就從這邊 這邊就是有一個左邊的這個建築物 就是山井物產就是灰色的總部 這個灰色就是日治時期最早來台 也是最大的採訪 那他今年活動當然跟當時的日本政權 密不可分 大概所有當時很重要的一些 的一些物產大概都是由他掌握 那這個房子是日治時期 他們的這個設計師叫平野永昭設計 有高山城 那短角有尖塔 那屬於文藝復興式的建築 後來因為梁柱古史 在1940年就改建 現在是土地銀行辦公室 也是市定古籍 那我們看他的金 真的落差很大 真的落差很大 那下面這一個是 在那個東俏西路上面 一個已經修復好的山井倉庫 他基本上就是跟這個山井倉庫是一樣的 那這個山井倉庫 我們未來有機會再來跟大家介紹 OK 好 那這個到路前面 這邊就星光山越 那另外一個就是 也是很誇張的建築物 就是這一個台灣鐵道 鐵道飯店 那這個就是現在在這一個位置 在這現在的星光山越的這一個位置 那這一個是在1907年夏天動工 1908年就完成 那現在在那個北邊周邊的 北邊的那個台灣鐵道博物館成立了 那裡面他有非常清楚的介紹 這個鐵道飯店 那這張照片是Vena 他在那個鐵道飯店的展示廳所拍攝 那各位如果想要這個體會一下 你可以 因為現在血很熱 可以買個票進去 天氣又很涼快 可以去裡面看看 參觀這些古蹟 還有他們復原的很好 發屍骨之有情也是不錯的 那他裡面就有介紹 他說 這一個地方 是在1908年所建立的 按照這個劉文具王威傑跟楊生豪 他們的白年鐵道 白年台灣鐵道這本書裡面就指出說 台灣在日治時期的 這一個是一座楊式的旅館 日本的旅館都蓋得很漂亮 那就在台北市表町二町木七番地 大概在今天中校西路 館前路許昌街 還有南洋街所為的這個街區裡面 那大門路口就是在今天館前路上 那他是由台灣總督府水道部之一 是台灣第一座 也是當時唯一的一座西式飯店 那當時來台灣訪問的 日本皇族財政界的大人物 都會在住在這邊 那第一位客人就是來台灣主持 台灣縱貫鐵道全通室的一個 叫賢院公載人親王 就是由他住在這邊 會客 那旁邊這個就是 Vina拍照 從台灣鐵道博物館裡面 他有復原 展示出當時他們這邊 吃飯喝咖啡的樣子 然後他裡面 剛才我們引的這一本書裡面 他就有說 他的設計是由松崎萬長等人所設計 那那個房子的本體是紅磚氣層 為德式的建築 那裡面有挑高大頂燈、吊燈等的設施 那裡面所有的配件 從餐廳的刀叉到房間的池字馬桶 都是從英國運過來 那飯店總共有30間房 住宿費大概依照等級是 27日圓到3日圓不等 那這個家庭怎麼換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 總之就是在當時來講 是很貴的 就是有錢人才能進駐的 昂多價格 我很可惜就是說 這棟建築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在台北大空襲 被美軍把它炸毀 今天已經不在了 那縣子就是新天的新光摩天大樓 還有亞洲廣場大樓 那另外為什麼會跑林縣堂出來 其實林縣堂是 因為這就是涉及 牽涉到我們之前談過的那個鴉片問題 那不是林縣堂他們不是去告那個國際聯盟嗎 所以國際聯盟就在1930年2月19日到3月2日 來台北做調查 那就在台灣各地就聽取各方的意見 那跟林縣堂 因為林縣堂他們就一直抗議 一直抗議嘛一直爭取 所以他就跟他見面 就在這個鐵道飯店 那他們總共談了一個小時有40分鐘 所以因為有這個原因 所以我在這邊就特別的他提出來 這一個關於鐵道飯店的一些故事 我記得我小時候那時候好像台鐵也有一個叫鐵路飯店 那是什麼 我記得了 我小時候有印象 好像有過這種地方 所以我本來第一次聽到鐵道飯店 我以為是我以前小時候聽過的那個 不知道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這麼華麗的 就是之前鐵道飯店存在的位置 我以為想可以放飯店 當年林縣堂跟那個日本人談判的地方 那另外現在還有一個地方 現在已經在修復了 快要好 就是在這個淮陵街的這個1號 淮陵街1號 他目前還沒有開放 他會是攝影的一段時間 所以老師要讓我們看 那他有一個就是早期是那個 直轄市定古蹟園大阪商船都市會社台北支店 就是這個地方 那他是一個叫大阪商船都市會社 那這是在1937年建成的 作為日本大阪商船的台北分公司 由日本建築師渡邊傑設計 那在二次大戰戰爭當中 總統元前 他最後一批鋼筋混凝土 構造建築 是新亞市建築風格 具有歷史價值 那本來他當過什麼 就是公路總局 那就變很醜了 不過後來他在1946年 由台灣航運公司接手 後來就變成交通部公路總局 那2014年5月 台北市政府公告變成市電古蹟 屬於早期的現代主義建築 那現在就是要把它復原成 成他本來的樣子 那哇 這個台北火車站前面又多了一棟 很漂亮的房子 真是令人開心 那他準備完工以後 因為這是由文化部 所出來主導要修復 在2017年1月17號 那文化部資產局就開始修復 那這個也是漁夫所畫的 漁夫所畫的 那這個漂亮的建築 是這裡 那 預計 就是 其實就是上面這個頂樓 之前就被拆掉了 那現在就準備把它增建回來 那回復他原來的外觀 那修復以後呢 就預定交給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使用 所以我覺得 可以把當年他們留下來的 這些漂亮建築物 能夠把它一一的修復 我覺得這也是很好的 我們先談到這裡休息一下 記得回來再帶你去逛逛這些街區喔 你喜歡這段影片嗎 如果你喜歡歡迎訂閱 我會繼續帶你去逛太北村喔 我們先談到這邊 拜拜